下面我们来进行的是高速持入硬力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建立模型 修改一下文件的名称 然后我们来更改一下标题 输入标题名称 点击OK 然后我们来进行打开菜单过滤参数选项 选择structure 然后我们来定一下单元的类型 点击AID 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182号单元 点击OK 然后我们点击OPEN选项 然后点击OK 然后我们来定一下 时长数 打开时长数 点击对话框 再添加 在这里我们叫速度 厚度 输入4 点击OK 然后点击Close按钮 关闭时长数对话框 接下来我们来定一下材料的属性 我们 打开材料属性定义一段框 然后我们来定一下弹性磨量和波松比 弹性磨量是2.0611 波松比是0.3 完成之后我们来定一下密度 密度是7.813 完成之后点击OK 接下来我们来建立一下齿轮面的模型 首先我们激活 将激活的坐标系设置为总体柱坐标系 然后我们来定一个关键点 15 0 然后点击OK 接着我们定一个点作为辅助点 我们输入110 然后是12.540 完成之后点击OK 接着我们来偏移工作平面到给定的位置 我们选择110 0号点 这我们偏移工作为之后的结果 接着我们来旋转一下工作平面 找到OK 找到OK Offset 然后点击OK 那么就旋转了50度 接着我们激活的坐标系设置为工作平面坐标系 然后建立第二个关键面 接着我们来点击OK 下面我们将创建 我们输入120 创建其余的辅助点 我们在这里创建五个从120到160 然后是140,150,160 点击OK 完成之后 我们将工作平面平移到第二个辅助点 选择120号点 投降师旋转一下工作平面 这次我们旋转的是4.5度 接着我们来创建第三个关键点 它坐标志12.21 点击OK 继续选择移动 将工作平面移到第三个辅助点 1130号点 然后是旋转工作平面 转转改变 然后创建 4号关键点 它坐标是16.011 是14.182 那继续来创建其他的关键点 首先移动 继续来创建 然后选择创建5号关键点 16.011 点击OK 然后是移动 同样是旋转坐标系 然后创建关键点 现在是6号关键点 17.663 同样是旋转工作平面 然后创建关键点 然后创建7号关键点 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下面建立来8.9.10号的关键点 首先我们将激活的坐标系 设置为总体驻坐标系 我们来创建8号关键点 24.7.06 接下来我们来创建9号关键点 10.10号关键点 8.10号关键点 11.6号关键点 8.10号砍 6.11 快点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在桌面坐标系中 我们来创建圆弧线 我们意思连接各个的关键链 完成之后 我们将这些边上的线 将它们进行布尔加运算 将它成为一个条线 然后是添加线 一次释取各个线 然后点击OK进行添加 让我们来删除掉是否删除原来的线 我们点击删除 这是我们相价得到获得结果 接着我们来偏移工作平面到总体 坐标系的圆点 然后将工作平面与总体 直角坐标系进行对齐 然后我们将工作平面 进行旋转9.87度 然后我们将激活的坐标系 设置为工作平面坐标系 往来进行镜像处理 我们沿Sz面进行镜像 就是我们的外方向 现在复制 点击OK 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得到一个尺 但是我们还需要将这两条线 进行粘接起来 Cruelence 选择这两条线 然后点击OK 两个线夹到一起 向另一条线 然后选择尺顶上两条线 然后点击OK 下面我们在住坐标系下进行复制线 首先我们将坐标系设置为总体住坐标系 然后是复制线 然后是复制线 数量 我们输入是10 然后是旋转的角度是36 完成之后 我们来将所有的线进行粘接起来 可以多操作几遍 再继续 下面我们来进行通过这些线来创建一个面 选择所有的线创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尺寸面 我选择 现在是我们所创建面的结果 下面我们来创建原面 通过 输入005 半径15 创建一个原 然后我们再将原进行减去 选择减去 然后首先选择我们的尺寸整体面 然后是点击OK或者OPLINE 然后再选择原面 点击OK 现在是模型创建完成 完成之后我们来储存一下数据 然后我们来设置一下网络画面的尺寸 总体尺寸是 断数10 选择的是面创建 然后创建 然后创建 内形形状 点击OK 在这里我们选择我们的面就可以了 点击PGO 选择所有的面 现在是进行网络画分的阶段 创建完成之后点击OK 这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定义一下边界条件 首先我们来施加一下位一的边界 你将坐标系切换到总体柱坐标系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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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来选择 选择坐标点 在这里我们选择节点 通过位置选取 X方向 然后是5 表示镜像坐标为5的节点 点击OK 然后选择坐标于节点的 为一 实险为一约束 然后选择约束 然后选择约束 右外方向就是我们的周线位移 完成之后选择所有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施加的是转速惯性载荷 还有是压力载荷 来施加一下较速度 是62.8 注意这是转速是相对总体DKR座标系施加的 单位是RAD每秒 然后我们来进行 选择线 施加一下 拥合产生的压力 然后是516 现在是时间完成之后我们来保存一下数据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求解了 下面我们来进行查看结果 首先旋转结果的坐标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设置一下结果输入选项 它在这里面进行设置 选择总体注坐标系 然后我们来查看一下变形 我们来选择 选择 我们在我们的S方向上的位移 在我们的S方向上的位移 点击OK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S方向 就是我们的镜像 镜像方向的位移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镜像方向上的英里 选择 点击OK 可以看到 镜像和英里分布的图 分布的云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英里 等效英里的分布的云图 完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周向英里分布图 选择外方向 点击OK 可以看到 这是周向英里分布的图 这是周向英里分布图 这是周向英里分布图 感谢观看